王一博官宣博换头像 酷酷的外表包装下 是一颗纯真可爱的孩子般的心 王一博的年龄在增加 身体在长大 颜值在提高 但内心总是那个王三岁 一个嘟嘟脸的小朋友 看着有点像蜡笔小新 举着一只手 穿着他最喜欢的像小草一样颜色的绿衣服 搭配几个小云朵 以及一个男孩子们都会喜欢的帅帅小玩偶 再加上6.1快乐的文字 六亿儿童节到来的既视感给得很足 可以说重点突出 快乐的气氛更突出 看他新换的头像就知道 王一博依然还是那个少年 没有一丝丝改变 看他头像的照片 估计是三岁左右照的 小嘴抿着 微微皱起的小眉毛 看上去像在发号施令 我们比较王一博小时候的照片 和现在的王一博 能够明显看出颜值的变化 小时候 婴儿肥的嘟嘟脸瘦了下去 五官长开了 更帅了 颜值更高了 另外不知道是不是王一博小时候比较淘气 或者是拍照光线选的不好 看上去长大后更白了呢 哈哈有人说 六亿儿童节是小孩子们的节日 小编想说 只要心里住着一个孩子 像王一博一样 保存住内心的那一份纯洁和天真 无论哪个年龄段 都可以开心的过儿童节 今天是6月1号 希望我的每位粉丝和看到这篇文章的你 都能找到童年的快乐 活得像个没心没肺的孩子 高兴时开心的笑 伤心时放肆的哭 喜欢的东西都能得到 喜欢的人就在身边 最后小编祝大家儿童节快乐